今集,阿贊卡卡,泰北,我罚你 我们又回到尼斯区了 带大家参观两座非常独特的寺庙 有全世界最大最精致的流离佛塔 参见曼谷形象地标 禅定印金身巨佛 还有还有,出了名成员率极高的巨型质我粉红象神 我们马上出发啦! 请进去拜神,大家 这座庙挺特别的 往这边看,会穿白袍出家的女人 屈白蓝 前任的主持是龙坡術 这里安放了龙坡術的围体金身 供善信参拜 参拜龙坡術的贡品非常之简单 只要一串花串、香、蠟燭就可以了 拜完之后 还可以在龙坡術的铜像上贴金 在旁边添香油 这边就是师傅的窝 金身,但这个是不同上次的 看不到 可以礼拜一拜 祈求平安 好了 现在那些衣服把我往上去做眼镜 现在那些衣服把我往上去做眼镜 在这边看着眼镜 在这边看着眼镜 在这边看着眼镜最高的佛像 很高很高很高 成为了邦康的地标 好,开始吧 另外,令屈白蓝近年最享负盛名的一定就是他们这一尊 相当于20层楼高的禅定恩巨佛 巨佛由2017年开始建造 号知若日亦台住 历时五年 终于在2021年远攻了 现时禅定恩巨佛已经成为了万谷形象地标 实在太宏伟壮观了 除了有著名的白蓝佛之外 屈白蓝还供奉了全世界最大的流离佛塔 精美绝伦,令人叹为观止 你看到它涂造的下面就是水龙 另外上面就是河花到个塔 塔底的意义就是越来越接近天 上面的壁画围绕着很多不同的佛祖 另外大家可以等一会就看上去 去拍摄这些神 就是星期几的神在围绕着一个圆形 在座着这个蛇利塔 很神圣 在山长水游远 由曼谷駕駛到巴黎駕駛 在巴提亚附近 大家可以看到这里很广阔的地方 待会看到我们想来的一个粉红色的象神庙 话说其实在泰国有很多象神的庙宇 这个我比较推荐大家带大家来 就是原因它的成员力高 象神很喜欢吃甜食 我曾经试过冥想打坐的时候 品象神 他叫我买杯珍珠奶茶给他喝 那我就供了一杯珍珠奶茶给象神 你供了一杯珍珠奶茶给象神 你供了一杯珍珠奶茶给象神 有的 那一段时间生意好很多 和有象神有几个特质 等会看到他站在这里 躺在这里和坐在这里 寓意就是躺在这里都可以赚到钱 就是优灾优灾地 如果站在这里做生意 开公司的老板很适宜 权力和钱 坐在这里的象神是一些魅力 例如做美容业 又或者是一些娱乐事业 就像霍导演你了 那你就要请坐在这里了 老鼠就是大笨象的天静 大家有看到 庙下有很多老鼠 其实在这个象神里 就是老鼠是用来帮他做牛做马 因为他是高高在上的 他就派老鼠去帮善信做很多东西 等会我们求愿的时候 你会看到很多善信 会在老鼠的耳朵上许愿 好 跟我来 老鼠我都明白 但Spider-man是怎样的 我这个也解释给你听 通常他们都会有一些秘密 这是建立一些类似的建筑物 可能是礦庙 这个我不太清晰 或者是做一些善德的东西 他们有个团队很有趣 会扮Spider-man 会扮一些神奇女俠在囚款 我们今天就没有人了 就找了一个Spider-man 可以做功德的 放进去 你会看到可以做一些功德商 有一个叫做金箔 等一下就去贴金的 贴在象神上面 另外是蠟燭 另外就是有一个香 而这些都是最基本的 就是入二十株 还有花 刚才师傅 我要钱的 所以我就黄色了 有些人想爱情的 就拿玫瑰花 好 我们就拿了这些贡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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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便走进去 这里就有些金箔 金箔 金箔 这些都是金箔 拿出来有很多块 元老其实就自己在这里贴金 好了 好了 求将神 像我 钱财聪明 你看到在这里贴 很多都在这里贴的了 那你喜欢贴边就贴边的了 有三张 南瓜艾斯 好 好了 我要招财 手手多多 好了 其实贴完之后 我现在点着蠟燭 好 好 经常都要拌 融融地 然后就放在这里 如果大家有限分想供一些大的制品 他们都会放在这里 好了 我稍后出去装香 看 好 好了 芡花了 芡花之后 其实下一个动作是最重要的 老师就是这样上去跟她说 在她的耳朵里说 好 好了 那就完成了整个许愿的方法 下一集 我们继续带大家开箱曼谷特色的寺庙 第一站 是泰国最出名的音庙 鬼妻娜娜 认识妻美的爱情故事之余 当然入庙要拜神 听说鬼妻娜娜求姻缘 求生子都相当灵厌 之后 再和大家参观有浓厚历史气息的 普太沙王子 经历过岁月和战事的洗礼 仍然保存得很好的历史遗迹 让我们一起去探索泰国的深度文化 好了 好了 请不吝点赞 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